好,我们来测G-SENSOR G-SENSOR它的感应器的时候 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下 因为G-SENSOR我们在显示的时候 它会是在一个移动状态 移动状态的时候 我们需要这25颗LED灯 帮我们显示它的状态 那原则上不好辨识 另外一个状况就是说 如果是显示它的值的时候 它的数字是很难一次 在这25颗LED灯中显示 所以我们必须透过一些不一样的技巧来做这件事情 好,我们首先让一开始的时候 让LED灯显示XX 表示没有任何东西 那我们在做判断式的时候 如果我们的G-SENSOR的强度 大于或者等于 在判断式 大于或者等于什么是 G-SENSOR它的值是多少的时候 那这边我们测试过平常的时候 应该是900多 那你去摇它的时候 它的数值会增加 就是它的强度 那目前测试 我是用1500 稍微摇一下它会出来 那有摇的时候它会显示多少 比方说显示一个爱心 那变成说你有在摇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爱心 那我们在PLAY的时候 开始的时候是XX 你有去摇它的时候它会变爱心 是这样 那我们先把这个积木拿开 那我们用最简单的显示数字来做 我们把这个强度拉进来 好你注意一下 它显示的数字有没有 1023 1023 在不动的时候 它是1023 这数字很难在这25个LED灯中显示出来 那没有办法在 况且你在摇的时候 你的这个LED灯真的很难辨识 这个是个问题 所以我们只能透过类似像 刚才我们讲的 这一个强度的方式 然后利用不同的图形 去帮它做判别说 这个板子有没有被摇到 那这功能我们个人会比较建议说 如果Microbit可以在Squatch中 可以运用的话 那可运用的范围就宽广多了 因为它不再局限于这25个LED灯 那我们在后面的单位员会提到 如何把Microbit结合Squatch来做运用 好,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子的做法来做 好,现在我设到1500 把它下载下来 它储存 回到我们的下载里面 这个G-Sensor 把它复制到Microbit里面去 贴上 好,像我这里 它直接就显示表示它现在的值已经超过了 抱歉,它小于 这边下载了 应该是要大于 大于1500 不然它马上就变了 好,再来一次 再回到下载 这一个新的把它贴到这边来 好,出来了 好,我们来看 如果要摇它的时候 这个G-Sensor重力加速度的强度 它会大于 那如果你要更 更明显的时候 你就把这个数值加大 再往上架 那它的G-Sensor可以 好像3倍还是5倍 大概30千都有机会达到 那如果这边的S跟Y呢 S是水平移动 Y是 Y是深度 因为我不能讲垂直 垂直是Z 好,这是立体的概念里面 好,就变成说它有一个立体的概念在 在呈现这个G-Sensor 它可以呈现左右上下 还有垂直的 然后一个强度 利用这些东西来去做 不同的变化 是你怎么去想的问题 那有了这个G-Sensor能做什么 那如果单单靠这25颗LED 那个是有难度的 那个显示是会有难度 个人是会比较建议 把这个感应器 可以结合到Squatch里面去的时候 它的应用就非常非常的广 然后再次复制一下 接下来 我现在就能够下这个 我再次复制一下 哦 像画面的 然后再次复制一下